這裡有一個科技男他相親 他這個被這個相親的對象 後來封鎖了 那為什麼呢 請這個請教一下文婉 這個科技男三十歲 然後後來因為這個姑姑同事的女兒 大他兩歲 是在日商公司上班 因為中部覺得你們都四婚年齡 不然走看看 來記一下臉 那沒有想到他們應該是有通訊上面的往返 這個三公四公 感覺說印象還不錯 所以就決定我們第一次來見面 來吃一道飯 那其實當天的這個約會的地點 這個男生他挑了一個西餐廳 那那個西餐廳的價位 大概是一到兩千塊之間 那他當然就是慎重其事的 就是把地點 然後這個傳給女生 告訴女生 我們到時候在哪裡見面 可是後面他有特別強調一點 明天我們約會的這個餐費 我出了這樣子 好啦 那可是很奇怪 訊息傳了之後 已讀不回 然後感覺被塑膠了 那這個男生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後來那個女生就 後來隔天 被塑膠了是什麼意思 塑膠 這個你看 年輕人用的用 我塑膠你 意思就是不讀不回 不然就是已讀不回 意思說 那為什麼叫塑膠 就是 我跟你講塑膠就是那種死板板 硬硬的 沒有生命力 沒有生命力 是我的解讀啦 全臺灣沒有一個主持人 願意這樣子讓人家糟蹋 完蛋了 這個下一集就看不到我了 我就被鄭大哥塑膠 然後他就想說奇怪 後來隔天這個女生就跟他講說 我認為 那當然就是三等四等 因為第一時間他沒有沒有反應 那就很怪啦 結果隔天他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從此之後呢 就這句話之後就被封鎖了 那他就覺得為什麼不適合呢 晚上講得好洗洗洗洗 也覺得可以再見面嗎 也覺得可以再見面嗎 對 後來就透過這個關鍵 她的姑姑 然後去問那個同事說 請問你那個那個子女 怎麼回事這樣子 他說沒有啦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跟那個女生講說 這個第一個 你選那個餐廳太粗糙了 女生覺得不受尊重 一千到兩千 沒有 對 就一到兩千的餐廢 他覺得不受尊重 再來你後面強調說 錢你出 最多錢本來就是大夫要出的 你後面好像故意強調這一點 他真的小鼻子小眼睛 所以就因為這兩兩點 然後呢 所以踩到了這個女生的雷 所以呢 就從此就不再有下文了這樣子 那這個圓PO出來之後 當然也是很兩極啦 有人說 這個沒有下文也好 這個女生點好多喔 不好意思 有的人說 有些人有講說 拜託你真的是下心下井 男生出錢理所當然 你幹嘛還要強調說 一兩千塊而且不是多少錢 對 你還強調說我出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其實都都南方的 站在南方的也有 站在女方的也有 那Vivi怎麼看這樣的 踩到這樣的雷點 我覺得這主要是因為 其實像我自己的狀態 如果跟男生出去 原則上大部分女生心裡 會有點準備 雖然我們自己也是會帶著錢 但是心裡面多少都會想說 應該這一餐會是男生付 會有這樣的一個比較容易 會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所以當你又講出來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你是想邀功嗎 你是想要跟我講說你很大方嗎 這不就是你本來就應該做的事 有什麼好拿出來說準 會覺得他很小家子氣 就是說這也沒什麼 你又不是請個上萬塊 不用去講我會請客 對我覺得是應該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默契 因為如果說今天我們只是單純的 好朋友出去玩 其實我們就會很清楚覺得說 可能會是各付各的 可是如果今天我是以相親為前提 跟你出去的話 我也在評估說你這個男生 是不是可以值得 有沒有責任感的 對所以如果說你連這兩千塊錢 都不願意付 那我就會想說 那你怎麼可能會是對你的另一半 對你的女朋友會是大方的 一千到兩千算是好的嗎 我覺得算是普通 我治癒到太好了 因為現在其實餐費 蠻容易就是一千多的 那你覺得如果要好 要大概什麼多少 可能如果要好應該會是去選 有時候女生看的是說 你選這個餐廳 他是不是比方說很難定位 然後你定到 就會覺得這很有誠意 對不對 對 對 現在也要去85TD 101 然後看景觀 八十六樓 八十七樓 往後世界的最高峰 台灣的最高峰 對 連上廁所都可以看景 對 真的 所以如果你是選這一種 就是你一講出來 我就會覺得 這個餐廳很難定 我也很想吃 或是講出來讓人家覺得說 很羨慕 我就會覺得你是很用心的 所以有時候 不一定是完全是這個價錢 或者是米其林的 對不對 對 那TD怎麼看 我覺得這男生真的就是小氣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應該就是 如果比如說 你去相親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今天這個男生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直接打槍 真的不要 因為你一開始 才跟他認識的時候 他就跟你好像在邀功 錢的事情 以後如果交往 跟到做結婚的時候 他絕對會跟你錢 算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是我自己 以小虧大 從這裡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 真的 你吃飯就跟女生 在那邊邀功 如果他要你自己付錢的話 我也覺得不OK 因為我會覺得 就是第一次約會 你找我出去 你還要我自己出錢 對 這太重心了 真的不行 一千幾兩千 可以嗎 可以 可是如果就像VV說 其實現在如果以牛排館 講的話都是二八八零起跳 所以一千塊 起跳 對啊 差不多 晚餐大概都是 那如果他一千多塊 就想要邀功 我也覺得有什麼好邀功 我覺得 真的 因為你說實話 去一般的那種西餐廳 或是那種 義大利麵 其實也差不多都要一千多塊 那個也沒有到真的很貴 而且你這樣子跟我們講 你會讓我覺得壓力很大 好像我吃了你一千多塊 還是你在晚轉 要跟我要那一千多塊的意思 對 我就覺得不行 很不撐頭 那歇西亞呢 其實我在想 就是說 我跟異性出去 在我單身的時候 我如果對這個異性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真的沒有可能 不來店 我也不會為了要吃一個免費的餐 我就跟他去 因為我覺得我寧願跟我姐妹掏出去 開開心心喝喝酒 我也不要為了趁一個免費的餐費 然後跟你浪費我時間 那個view我也不在乎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說今天我願意跟這個男生出去的話 那是因為我覺得 我對你也有一個相當的好感 我認為我們有發展的可能 我們才會出去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就算是他約我 我內心當中 我還是會覺得說 可能今天我還是會 就是我會把他當作 就是大家是朋友 要平分這樣子 所以說當然 就是如果在結帳的時候 我也是會做做樣子說 那是多少錢 我會問一下這樣子 好 可是呢 今天如果男生 原來你想想在做泰 就是女生一種不能說 好 謝謝這樣 然後看指甲 沒有 我們還是要就是那種 多少錢 對 然後如果男生說 你的大概是一千二 你就覺得好 那下次也不用再出來 這是重點 下次不用再見面 那沒關係 反正我意思說 如果說今天我對你有好感 金城武如果約我出來 你要叫我分五百分一千 我OK 因為我對你有好感對不對 可是所以說 如果說今天是男生找餐廳 他找一兩千的 其實我覺得OK 那我是覺得他是不用 就是再加說我來請客 可是如果今天他選的 金城武郭富城要分五百 我馬上忍掉 我也沒辦法 真的 再出來都沒有 對 那內財沒有OK 對 我會覺得 好 我跟你講 我連金城六都沒辦法 OK 那我會認為說 如果說今天男生 他挑的是那種六千塊起 挑的餐廳 其實我看到 我當下也會有點 我會怕說 那如果他叫我付錢 我怎麼辦 因為我會有心理準備 我要付錢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比較好的說詞 他是跟我講說 星系 我找了一家餐廳 那他會跟我解釋一下說 他挑這家餐廳的用意 原因是什麼 譬如說 我有查過 我就是米其林這一顆星 那我一直很想要帶一個 特別的人去吃 我想帶就是 邀請你跟我去共享 那那個餐廢我來負責 這樣子 我覺得你講一下 我覺得我內心壓力 也不會太大 那你這樣講 我覺得也算是滿得體的 你會覺得不好伺候嗎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幾年 不願意在相親約會 因為我覺得像女孩子就是 你可能第一個主權意識高 但你本身有能力 那你的要求相對多 我也覺得合理 但像剛剛這個例子 我會單純的看到說 這個科技男 有可能他是一個很直男 他的生活圈就小小的 那我平常我下的班 我可能就是黑白切 我就吃一吃 所以他可能對於美食 或是餐廳 他比較不懂得做功課 然後他另外一方面 他會說這個這個餐點的費用 我我吸收 那我認為就是說 第一個他也只想要 表示他的三一 那我認為一個好的約會 或好的一個相親的時候 他應該事前先詢問女方的 一些需求跟 譬如說我們談好 你喜歡吃什麼東西 那我就努力去訂看看 那這個錢的部分 我覺得是我的話 我一定會出來 但如果你不了解對方 到底是什麼樣的個性的時候 我覺得表達說我會買這個單 我覺得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我試問各位四位女孩子 假設他說一兩千塊餐廳 你們會去Google 這餐廳才一兩千塊 但是他後面說 待會兒我們吃完飯 我買包送給你 你們會不會接受 這樣好怪 不是假設 我就說我還會準備一個禮物 我們再去逛街什麼的 但是你們重點東西 就是不是你們要的 你們就覺得 這個男生不夠用心 可是就男孩子來講的話 其實他花了很多心 因為畢竟他要相親 可能他的人際關係 或是他不懂得跟女孩子相處 再加上假設有些人在約會的一開始 他把自己做得很高 我就是要帶你去生最好的 結果後來這女孩子就可能 我這女生 這男生對我很大方 可是事後搞不好他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每個人看法不同 在我看來就是說 他那個動作太激烈了 女生把他封鎖 這太激烈 為什麼 因為認識認識嘛 也許有什麼誤會啊 他可能也不是那麼 不是你想的那麼不好 那男生 他可能真的你講會丟臉 我會說我要請 一兩千 也許他也認為就是說 對他來講 可能要怎麼說 就是勤儉的人會覺得 一兩千已經不錯了 認識一下之後 再來說 這個我要給他封鎖 再來決定 每個人點不一樣 沒有我是覺得應該是說 可能過程當中 這個男生可能 就像侯偉講的直男直到 可能在溝通的過程 沒有尊重他 就可能說 我們去吃什麼好不好 那你的想法怎麼樣 你有沒有想要吃的餐廳 可能都沒有這個過程 他就直接可能丟個餐廳 我們就這個 然後一兩千 他比較直接去做這個決定 沒有問說他你想吃什麼 我覺得點應該是這個 不然要是我 我覺得蠻貼心的 所以我們告訴你 要講嘛 因為你有第一次見面 也不算 也真的不到 男女朋友的這個關係嘛 不用欠人 想問我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 新聞哇哇哇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